欢迎收听韩秀柱 折射 一个美国女孩在中国 序 写在前面的几句话 多年来 朋友们一再督促我 快一点把一切都写下来吧 我一次又一次地拿起笔 一次又一次地停下来 原因是每当那些至今上活着的画面 一近的时候 总会感到莫可名状的苦痛 回首往事 竟会是这样的痛彻心肺 我吃不消了 1982年 我有了一个挚友 尽管曾经语言不通 他却由我的学生变成了我的朋友 终于可以无话不谈 可以托付终身 他的探求真理的精神 他对我的深切同情 他对中国文化的热爱 缩短了我们的距离 我觉得我可以心平气和地 向他倾诉我的一切 于是在华盛顿 在康州 在纽约 在我们旅居国外的日子里 我们谈着 回忆不再是一件不可思议的苦事 多年以来 聚集在心头的话 终于可以倾诉出来了 人们在忙 忙耕耘 忙收获 他是一个在事业上精益求精的人 为了工作 常常不计日夜 我们只能在工作间隙 寻找我们共同的自由活动时间 更有甚者 因为忙 常常的话头 若干次被打断 匆匆之中 我就常被这些 未能马上谈清的问题所困扰 心里有话 不图不快 就这样 早就该写 而未能通下决心动笔的东西 陆陆续续地写得下来 这些东西唯一的一点点价值 就是他们的真实 这些切身的经验 多年来我始终认为 个人的得失算不了什么 而一个伟大的 在人类发展史上 占相当地位的民族 所遭受的浩劫 却是永远不能忘怀的 也是笔墨难以输尽的 我只希望我能写出一点点 我对中华民族的爱 和对生活在那 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各民族人民的无限眷恋 回到我动笔的初衷 这些文字 只是一段生活的纪念 仅以此献给我最心爱的朋友